门口灯茂花车曾在去年试大运亮相 并持循环再利用的精神 慈激之工重新改造 让他再度亮丽登场 光是要开到花博园区 就花费一番功夫 下雨了 声控感应 把鱼喊出来 雨一冲刷的话 它就混着泥土 然后就冲刷 那个有土跟没有土的水的差异性 就感觉到那个植被的重要性 张小姐带孩子和同学一起逛花博 原本不知道有大爱环保科技人文馆 结果却最让他们感到惊喜 我们这个馆好像玩得最久 对 就是因为其他馆我们就看完 但是进来这个它就是互动比较多 所以他们就留了蛮久的 清净在源头 现场交座垃圾分类 听了之后觉得 它很多用途 我觉得它 我觉得这方面的认知 觉得还不错 就是叫我们说 有些树架杆是可以再利用的 从自身做起 每个人做一份力量 其实我们的地球就 真的是会变得更干净 地球的话也应该会有所帮助 为了把环保推出去 慈激之工卯足全力 希望更多人建立正确观念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